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寻找真相 获取知识 感悟良知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您先看到的是今晚我们读书 著名历史学家辛德勇教授 出版了他的专著《发现燕燃山明》 通过文献 地图的阅读比较 来思辨和论证历史新发现当中的真相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请到了辛德勇教授 为我们来解读这部专著 据后汉书记载 东汉永元元年 公元89年 车企将军窦县率军在燕燃山大败北匈奴 几乎全歼北匈奴主力 这是东汉与北匈奴之间的最后一场大战 当时随军出征的东汉史学家班固 撰写了千古流传的燕燃山明 宣扬了这场战役的战绩与汉朝的得危 2017年 中盟联合考察队 在金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一带 发现一处磨牙石刻 确认上面捐刻的就是班固所著的燕燃山明 这一历史发现立刻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其中也产生了一些曲解谬误 2018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新德勇先生 编撰《发现燕燃山明》艺术 通过对历史文献详细深入的考证 对这一时刻名文的捐刻背景 踏本真艳 名文何教 客者其谁 燕燃山战役等读者关心的问题 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说明和认识 我以前做的研究主要是做考据研究的 《发现燕燃山明》的写法 其实总的来说和我以前的研究的表述形式 有很大一个变化 但变化不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变化的源头就是在这之前出版的 《海红红刘鹤》 《海红红刘鹤》是很偶然地写的 《海红红刘鹤》的一本书 这个是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海红红刘鹤》的发现 它通过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就把相关的一些历史问题 推移到了社会公众面前 社会公众在看到这个墓葬里的文物的同时 提出很多疑问 刘鹤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当时的政治背景到底是怎样 他怎么稀了糊涂地当了27天皇帝 然后就被人赶下去了 那社会公众非常关注 那我就在想 就是说我们做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 我们怎样看待社会公众的关注 就是在今天 社会公众所需求的历史知识 他们要想看的历史读物 可能跟以前有重大不同 你要仅仅是细缩 这样的不管是文字作品还是影视作品 好多人不满意了 我们需要更加真实的更加准确的历史 但是学者目前的研究 至少它表述形式上 和社会公众的距离非常远 大家望而却步 那么就是这样的 我们结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或者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的问题 它是一个契机 也是一个切入点 然后把社会公众的目光吸引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给专业工作者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你愿不愿意面对社会公众的需求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有一部分学者他不想做 觉得看不起这个 这篇《奄然山明》 在南朝留宋范页传著的后汉书 和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中 都收录有全文 从整体上来说 并没有给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资料 因而不宜过分夸大此次发现的学术价值 也不宜做太多非专业的渲染 尽管如此 发现这篇《奄然山明》在当时的课时 还是可以给相关研究提供很多 不同于以往的文献信息 足以清楚证明 补充 修正 既有的认识 或是启发和帮助我们 重新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 其课时所在的位置 更为研究许多古代地理问题 确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坐标原点 更深一层的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来回应社会公众的需求 这个问题看起来一般不做专门研究的人觉得这很简单 你是大学教授 你是大学教授 你是专家 你是某个领域很厉害的人 你一定能回应 其实不是 因为你讲课 比如说你给专业的人讲非常好讲 因为他知道你重点讲的是什么 其他的东西你不懂 你没有研究 但社会公众不是这样要求的 所有的问题 他不知道他都想问为什么 其实给专业工作者提出的挑战是非常大的 我们愿意尽可能积极地来回应社会公众的需求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学 可以在一边写 一边做的过程中 我们一边拓展自己知识领域 因为你毕竟是专业做这个的 你能够更快地 弥补那些边缘的 你不了解的 你认识不深刻的东西 对自己同时也是个学习的机会 为永元元年秋七月 有汉原舅曰车记将军窦县 银亮盛名 登以王室 纳于大陆 唯清几西 遂于捉鞋 跨安侯 成燕燃 念莫独之驱落 焚牢尚之龙亭 镇大汉之天生 乃遂风山堪时 昭明圣德 其辞愿 朔王师系征荒义 搅凶虐系节海外 炫其秒系更地界 风神秋系 见龙节 西地载西 镇万世 演员三明 我当时对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陌生的 我并不了解 我说我也不太清楚 我看看再说吧 我带了一个博士 那个博士正是做汉代的碑课 以碑课的地理为他的研究主题 因为这个我的学生对汉代的碑课了解很多 我马上就给他发了个信 我那一句 我说你看看这东西怎么回事 我那学生告诉我 老师那个东西不是新东西 他说荒汉书里有 文学里也有 看了一天书就感到有些问题可以写一写 为什么可以写呢 一个是知识层面的了解 还有人有一些评价 对他的评价 这个评价在我的文化观和我的文化意识上 我不能接受的 主要是讲海霍霍燕燃三明的发现 大扬了我大汉诸的威风 然后大家经常讲随远避诸等等 这话都出来了 我是不能认同的 我认为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 那么我要根据历史的真相 对它进行一个研究和揭示 看到这个重大的发现 推到大家面前的一个东汉时刻 会想到哪些问题 唐代以后在看课碑时时 会比较普遍地言请书法名家上手 若是按照这一情况来逆推的话 当年窦县指使人克制燕燃山明时 班固似乎应该是书字上识的合适人选 任何一门学术 它都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有一个很深的背景 诗课文献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献 它和刁本印刷的书不一样 它是通过刻在石头上流传下来的 那么这个时刻文献 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有的很多是由于书法 认识时刻文献 了解时刻文献 至少从北宋中期以来 就有大量的对石刻文献的研究论注 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 那么当我们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不要仅仅看到一个新发现 我们作业的研究者 一定要基于一个更深更厚的背景 来把这个东西的真实面貌讲出来 研究历史问题不能简单地以金绿骨 汉代不管是磨牙刻字 还是造碑名文 其书写文字上识者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并不注记性甚名谁 单纯就书碑上识而言 从更深一层讲 这种屈辱感 应是源自书碑上识 本是一项很卑贱的知识 因而被人吆喝着去做 心里自然很不舒服 我看到有一些人马上说 这就是半顾写的 这就是完全不了解石刻文献的发展历史 石刻文献有一套他自己的东西 就是说石刻文献本身的特点 从包括写的人 就是写稿子的人 到谁把它写在石碑上 怎样写在石碑上 都有一个很复杂的变化过程 那我们就一定从那源头上讲 借这个机会干什么呢 让社会公众不仅仅了解到 燕人三明是一个重大的激发线 同时借机会 让社会公众了解 跟这个燕人三明有关的 石刻文献的背景知识 那我出发点就希望 通过我的研究 给社会公众提供更多 更可靠的知识 那么这就是好机会 那么燕燃山明刻实的文字 到底出自谁人之手呢 具体的书首是谁 我也没办法知道 不过他应该是一位普通的匠人 或者是地位很低的文人 我有理由相信 这个人不可能是半顾他自己 石刻文献的产生 在汉代有它独特的形式 那么这个形式其实很简单 对悲客的历史有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 在东汉时期 往那个石头上写字 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一个职业 那么班固是什么 写燕人三明的班固是什么 班固是高干 按汉代那个俸禄 它叫二千代 二千代用今天的话来说 叫省部级干部 你能设想一个省部级干部 干一个非常低下的 被当事人很蔑视的建议吗 不可能的 严重违反常识的 它不可能 所以我主要的就是说 基于悲客的长久的历史来谈 他这个文献产生的时候 怎样写在石头上去的 这样大家就一下就了解到了 汉碑写的时候 写字的人可能水平很高 地位很高 但是就把这个字 写到石头上的人 不会是地位很高的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既然燕燕山明 歌颂了燕燕山战役的 丰功伟绩 那么这场战役的主角 斗献可否被视作英雄 这位英雄 为何最后又落得个身败名裂 曾有历史爱好者提出 既然燕燕山明歌颂了 燕燕山战役的丰功伟绩 那么这场战役的主角 斗献可否被视作英雄 这位英雄 为何最后又落得个身败名裂 且了解一下斗献败将出征的背景 汉河帝十岁登基 斗太后临朝干政 作为太后的兄长 斗献自然将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都湘侯刘畅进宫 祭到汉章帝 与斗太后勾搭成奸 斗献怕刘畅得宠 分了自己的权 就找人刺杀了刘畅 斗太后一怒之下将斗献关押 斗献怕斗太后杀了自己 给刘畅偿命 因此主动请英北伐匈奴 将功遮罪 奄畅三明发现之后 很多人对这次战役的历史功绩 评价是很高的 那我呢通过阅读后汉书 感觉到呢 这种评价我是不能认同的 就斗士兄妹 他们为什么发动这场战役 发动这场战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还有它带来的后果实际是什么 那我们期待就谈原因的问题 原因的问题就是由于斗士兄妹 他们独揽朝政 然后造成了一种困境 这种困境难解难分之际 正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 然后呢想出来这一招 就是派斗献 有他妹妹斗太后 他的名义派遣他哥哥 就是领军出征 来解脱斗献当时陷入的一种困境 那么完全是处于他们家族的政治利益发动的这一场战争 那么为什么说是为了他们家族利益发动的战争呢 就是当时他们所征讨的对象 北匈奴势力极其衰弱 而且多是向东汉朝廷表示要归遂于朝廷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们讨伐的对象 对东汉王朝没有任何威胁 那么既然没有威胁 你为什么要心思动众打他呢 那你打他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以往对他的评价 很大程度是基于这一篇《烟人三明》造成的 《烟人三明》是由班固写的 班固对这场战役给予了热烈的歌颂 这样就留下来 大家以班固对他的歌颂为标准 来判断这场战役 它的影响和意义 这个问题吧 是一个对历史事件的一个评价 今天评价肯定个人有个人立场 个人有个人看法 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的客观一下来评价 我自己也希望做到这样 但是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认同 它有个大的格局 当年窦县北征是预先蓄意谋划 不仅带着班固做大手笔 海隋军蒸发有上识刻字的工匠 所以在收兵凯旋之际 就能够在燕燃山上 为自己铭记这一工业 就是历史上的中原王朝 和北方草原帝国之间的关系 中原王朝的征服 它基本是以农业耕种区域为界限的 住不了地的地方 它没办法控制 那么控制不了的时候 你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是尽可能在草原上 维持一个弱势的政权 你只能选择一个弱势的政权 还是一个强势的政权 不能选择你把它灭掉 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时宜 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 那么你灭掉一个 就必然来另一个 你灭掉它强的就会起来嘛 你为什么要灭掉 当时东汉面临的局势正是这样 就是当时的北匈奴极其衰弱 但是因为东汉政权 从一建国就采取一个 比较理智的办法 就是把它分而自自 分裂了匈奴 一部分是南匈奴 南匈奴依附于东汉 那么一部分是北匈奴 北匈奴独立地经常造成骚扰 但是南匈奴因为依附于东汉 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其实他们又不想让北匈奴依附于东汉 所以到当时斗县北征的时候 北匈奴几次表示在这之前 要归附于东汉 南匈奴不干 因为你也来了 我好处得不到那么多了 是因为有你存在 我才能替汉朝保卫边疆 我替汉朝来抵御北匈奴 是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说斗县的北征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意义就是说 彻底地把北匈奴消灭掉了 消灭掉了就 一个可能南匈奴进一步发展大了 它照样还要回到朝原微信 但这个没有实现 后来带来的结果就是鲜卑的强盛 鲜卑这时候已经出现很强盛势头了 但是如果维持北匈奴在的话 合理办法汉朝政权尽量让他们平衡 谁强了就想办法压一压 谁弱了想办法服一下 这就是理智地对待当时的形势 斗县的北征结果表面上 把从秦以来一直长期困扰中原政权的匈奴赶走了 你要当初看匈奴民族来说 汉族政权巨大的胜利 秦始皇没打走 汉武帝也没打走 都先打走了 那当然厉害 比秦始皇汉武帝还厉害了吧 这个时候它不是秦始皇时候的匈奴 也不是汉武帝时期的匈奴了 他是匈奴势力最最衰弱的时候 所以做了不明智的选择 我的评价就是这样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 在边路文选的时候 就另给这篇名文你加了个题目 风烟然山明 一些不太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读者 可能也看不出太大差别 多一个疯子或是少一个疯子 反正都没离开窦县登林的燕燃山 这里面到底能有什么不同 风燕燃山明的风字 似刻解作奇土界之意 也就是在燕燃山上标志汉朝的疆界 从汉代的具体用力来看 像这样风某山的词族 指的都是风扇 而事实上窦县在燕燃山上 也确实搞了个风扇的典礼 所以风燕燃山明的说法 必然的也只能是与斗县的风扇活动 联系起来 然而 附岸燃山上留下的这篇名文 内容却与风扇无关 我们今天为这篇名文拟名 更应该像所谓泰山客石一样 以其所在地点定为燕燃山明 而不宜将其称作风燕燃山明 就是风呢 其实最初的意思就是风泰山 尤其是皇开始 汉武帝常识做这样的 所谓风呢 就是在泰山上选择这样一个神圣意义的山 让它稍微高起来一点 就叫风 然后相对应的有善 善就把地下的挖低一点 风是祭天 善是祭地 通过这种风这种形式 表示和天的接近 和对天的礼敬 这是具有神圣意义的 秦皇汉武他们常识做过 很少有帝王敢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原则上来说 风是在中国本土境内 在泰山上这种神圣的山上 圣瞻上神圣山上 做风的举动的 在墨北草原做汉朝是做过的 所谓风郎居序 就是风 到墨北草原上做风郎居序这种风 实际上代表皇帝行风礼 行祭天礼等于这样的 但是我们文献上记载 看到燕人三明里没有 完全没有 它只是在这样一个代表性的地点上 明刻上斗县的公积司 就搬故惨媚于斗县 因为斗县出征 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生活 所以一定要写出一篇东西 在一个标志性的地点把它刻上 这个地点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我们发现 燕人三明很重要一点 我们找到了这个地点 找到了燕人三 燕人三是说 墨南墨北交通 这个交通路线上 在穿过那种绝水的戈壁 那种大漠 那个沙漠戈壁地带的 一个非常关键地点 这次燕人三明发现重要意义之后 这个山就是燕人三 而且这个山我们看地图就明白了 当时墨南墨北的交通要道上 一定走在里面 所以这里来回都要经过 比如和平时期 匈奴的残余 来见汉朝的天子 也都要经过这里 它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地点 来明刻斗县的功劳 让人们都知道 窦县立了大功了 所以它跟风散那种祭天 是完全不同的 后人常用燕燕山 作为建功立业的表征 窦县因燕燕山一战成名 班固作为他的幕僚 先后撰写了 窦将军北征颂 燕燕山明 对窦县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后来 班固受窦县谋反的株连 命丧牢狱 新德勇教授感叹 身为书写历史的学者 击骨见金 自然应比常人 负有更多的历史责任 班固写下燕燕山明的那一刻 心中是否念及了天下苍生 是否把握好了手中的笔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期您将收看的是 周春牙大型个展 东南行圣 展出作品包括周春牙近期新作 手稿 记录影像 以及多个系列代表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